第三點,夏寮國修校封來 原本只有一個100公斤的跑道 為了讓小孩進入安全優勢的運動環境 今年五月經出高郵保體育宿 經費補助為學生打造一個操場 日前給學校慶運動會議基盤,啟用電力 在第三點這安宮土地公土地保的段子之下 夏寮國修校的長校蘇星 是發肥慶祝著著新的跑道正時代啟用 小朋友也帶來精彩的表演 在新的運動聽點很清楚話勵 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我們社寮國小在睽違了二十幾年 只有直線跑道的時代 今天已經進入了我們有環形操場的時代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南投縣政府 以及各級民意代表 還有我們的家長委員會 以及我們社區的所有的長輩家長的協助幫忙 希望說未來孩子在使用這個運動場的時候 能夠平安 同時也能夠真的在體育教學方面 學習能夠更有成效 夏寮國修校經過休日在大地上後 學校看孫陽中 在前面發生的時尊受到經費的很多 運動場只有一條一條公圈的跑道 今年經過關府以及各級民意代表的金屬 是在教育保體育所的專業補助 其實這中間運動跑道經過我們歷任的校長會長 及我們縣府還有各級民代 大家一起來努力爭取到這個新的跑道經費 總共核定700多萬元 未來也是一個社區跟學生運動很好的一個所在 同時能夠提升我們整個校園的優質的環境 讓我們孩子能夠在這裡有更好的一個訓練跟運動的機會 我們社寮國小的這個跑道已經是年久失修 所以是希望就是說中央可以來補助 來協助來翻修這個跑道 那我今天非常的開心來到社寮國小 我們的跑道已經完成了 孩子非常的開心 尤其是有新的這個跑道可以使用 讓他們之後呢都可以非常安心的來運動 有這專心的跑道 未來就能夠提供給學生和社區疾病 有更加舒適安全的運動環境 讓大家都可以在這裡安心快樂的運動 記得請就差不多